未来减缓少子化对高教带来的影响 福人大学跨领域学院就首度开设了轻盈共学的课程 让长者重返校园和学生们一同上课学习 重温40年前的校园时光 有些同学甚至带着自己的阿公阿嬷来到班上 展开有趣的跨世代交流 福大国喜楼的教室 一群不同世代组成的同班同学并肩而坐 他们专心听讲积极发问 这是由学术副校长王英州和教发中心韩千山主任 共同发想的轻盈共学理念课程 那如何让这些长者回到国来更年轻呢 我一直觉得就是来读书 我要告诉这些年轻的长者 事实上他们还是很年轻 高龄化社会来临 65岁长者走过人生海海 阅历丰富却面临退休危机 因此福大跨领域学院首度开设轻盈共学的系列课程 除了希望长者能够重拾学习的生活重心 与不同年纪的新同学合作竞争的同时 也不忘重温40年前的校园生活 我很开心今天来上这个课 我真的因为开始上个礼拜来 我就想到底要给我们上什么课 结果今天一看 这个课太有意思了 亲同学与迎同学认识彼此的第一步 就是体验对方的日常生活 在老学的安排下 亲同学们纷纷穿戴其老人体验服装 手拿拐杖 不仅步履满山需要组员的搀扶 甚至连年轻人最爱的打卡自拍 也无法轻易操作完成 一系列互动式的体验课程 搭配循序渐进的养心和养生的双养学知识 亲同学和迎同学们透过课堂接收新知 也更加了解彼此 通过相互学习与尊重 丰富各自的大学生活 记者林欣怡 杨长生采访报道